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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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上次查了奶粉不说了 查了水果也不说了 甚至于最近的这个比较小的消息 比较小的这个新闻 像一般的观望业势被人家外国人投诉 许多东西哄抬价格的 这东西当然是单一个案 也是应该让地方政府走低线 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小保官去处理 但事实上如果变成一种 传统市集 或是说一种夜市 有这种普遍的这种烘台 这不是联合行为 但是我说有烘台物价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公民会应该在制度上 要怎么样设计 应该你们可以做的 现行就可以做的 不需要去 你没有人叫你们带队 去搜索扣押 你要夜市的这个摊商 但是我觉得其实 现行在制度上的改革 你们应该就有这个 做的空间 是吧 可是有没有看到 你们有什么样的动作 第二个 其实最近常常也有 这个媒体报道 或是有引起相当多关注的 譬如说陆客团来台湾 由外资 譬如说港资 然后他们从客人的接团 然后到整个运输 到接驳游览车旅行社 旅馆 甚至这个购物店 都是整个的这个旅行社 整个的串联 然后呢 一条 对了 就是一条 里面的利润 都是商议好的 退佣回扣都商议好 这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这个客人 这个旅客成为 带载的飞扬 甚至于 有这样的 这个购物店说 我们不欢迎 这个其他的散客 台湾的人要来 不欢迎 直接这个路客旅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整个利润结构 是这样子 这样的情形 难道没有问题吗 公民会难道不应该去调查 你们就可以调查 可是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大家去找观光局 去找消保官 外国人也不知道去找消保官 坦白讲 这部分是值得你们注意的 好不好 谢谢 希望说你们有具体的动作出来 好 谢谢主任 谢谢